嗨大家好我是小群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禮拜的GNN新聞 這次七大罪合作的夢魘景 錢德樂會在下禮拜四的時候登場 另外新十抽系列是神魔審判系列 等下我們會另外再做一部影片為大家分析 新系列是在8月31日禮拜一的時候登場 所以合作是到8月30日結束 這張卡禮拜四登場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的一些關卡相關資訊 移動符石石的時候會去黑一片 這個很像在還原他原作這樣子 那照亮移動符石石觸碰的符石範圍 另外無法變身跟合體 這感覺是做球給金恩 不然不知道有沒有 那團長不能變身 感覺傷害就是強度差非常多 然後像天元突破這個感覺也是GG 剛練可能阿爾雙隊長有機會 這個可能要看關卡資訊怎麼樣 然後他的這個去黑 就是畫面上看到這樣子 但是他說他是移動符石石觸碰的符石範圍 所以不知道說你轉到這個左上角的時候 左上角會不會就是照亮 就是中間這個照亮的地方會不會隨著你移動符石的地方去移動 還是說就是只有照中間 我是覺得應該會跟著移動這樣子 不過這樣當然也是會比較不好轉 等一下我的布皮 再搗蛋 好 然後就是這樣子 關卡的 這個不能變身什麼的 感覺應該是進場就不行變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卡片的技能吧 希望不要太難 那隊長技能的部分只有7倍而已 但是他是沒有限制任何的種族屬性 全部都有限制模組 但是沒有限制屬性這樣子 那但是只能放模組 那生命力回復1.2倍 然後雙隊長的話就1.44 其實加成都不是很高啦 這個倍率也不是很高 我們就看一下 那暗星兼具50%其他符石效果 雙隊長的話呢就是來到兼具100% 這樣子 然後就是暗珠也兼具星這樣子 然後星也兼具暗 兼具其他符石效果 代表他可以玩雜色隊 也可以 可是我覺得他不太適合當隊長 因為這個倍率真的太低了 那另外他還有隊伍技能 是優避空間技能生效的時候 那優避空間的話就是黑白符石嘛 他這個看字面上的意思 應該是遇到黑白符石的時候 會有這樣子的效果 延到20秒轉出 因為他可能在黑夜裡面特別強這樣子 然後最上位魔神 潛德爾這張卡片的攻擊力3倍 那頭尾隊長的話應該是都會生效的 就是他在黑夜的時候 遇到黑白符石的時候 強度會提升 不過就算提升3倍倍率還是非常低 所以不太適合當隊長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他的這個主動技能的部分 主動技能應該才是這一隻的亮點 那他的話是暗屬性模組 跟我們預測的差不多 因為他算是團長的師父 然後他的技能的話是CD8 那技能的部分其實跟變身後的團長 魔神化的梅迪奧達斯 有一點點像 但是又有點不一樣 一樣都是可以把敵人點燃 暗屬性點燃的卡其實就那幾張嘛 八神啊 團長啊 那多一張點燃的卡當然是不錯這樣子 那另外呢受影響目標轉為火屬性 這個可以解一些點燃盾啊什麼的 狀態盾 然後再來的話每回合200倍自身攻擊 對敵方群體造成火屬性傷害 那團長的技能是100倍 就是100倍直傷 然後另外團長的技能是造成暗屬性傷害 那這張錢德樂他是造成火屬性傷害 這是不一樣的地方 那另外 那個團長他是把敵人轉成暗屬性 那他是轉成火屬性 這個地方要注意一下 有一些什麼克屬拼圖盾什麼的 這邊可能要注意 那再來效果持續期間 團長的話呢他是增傷 暗屬性跟魔族增傷 那錢德樂的話他是讓敵人的防禦力變成0 那再打一些石化啊 或者是高防怪的時候 就比較好用 那再來的話 自身攻擊力無視敵人 指定減傷抗性敵技 這個是首張這種類型的卡片 那什麼叫做指定減傷抗性敵技呢 就是可以像這樣子 這邊有一個圖示 像遇到這個貝西摩斯啊 他這種技能大家應該也是常常遇到啦 就是他會引爆光珠來提升攻擊力 然後吸龍科來永久減傷 那通常這種情況我們都會前一關把龍科開掉 但是只要你有帶團長的話呢 其實就不用開龍科了 因為就算他減傷100% 他也可以無視敵人指定減傷抗性 可以無視 所以這張卡我是覺得 蠻稀有的一張卡啦 至少他是第一張嘛 所以我覺得這張卡必須要拿齁 然後再來的話像夏瑪西這種 這個減傷100%的情況下 然後你要打越多次 然後減傷才會削弱越多 那通常我們會帶蜜兒 來去擋這個 如果你血量不夠的話 不然就是可能要在這邊撐到他減傷變低 才有辦法把他打死嘛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有這個錢得了的話呢 就可以直接無視他這個 直接灌過去 那現在的話雖然說 可能減傷95%的情況下 你的傷害還是可以硬灌過去 不過不知道未來呢 官方會不會把血量又再度膨脹 到時候可能就會很 減傷95%可能就會變很硬很硬 那這個時候錢得樂的優勢就顯現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張卡呢 而且合作卡片之後就絕版了 所以呢能拿的話還是盡量拿一下啦 那以上呢就是這一隻夢魘集的相關資訊 希望關卡資訊不要太難 好那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影片的話呢 記得訂閱跟下角幫我按個喜歡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